主席 环保署的所有同仁 麻烦一下我请署长 署长请 高军委员您好 署长您好 我很少来到未环 因为一直也认为这也不是我的专业 我一直都在内政还有教育文化 但是呢 最近这几年 大家都一直在谈全球气候暖化的问题 而且呢 这已经变成是全球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可是我比较遗憾的就是 在台湾 这个议题好像似乎并没有真正的被炒作起来 那不知道署长您的专业是什么 我自己啊 对 我是一次念化学工程 化学工程 是 那么你今天来报告的是这个低碳热火永续台湾 是 不晓得署长您对于台湾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你有什么看法 过去一直成长得非常的快速 所以在全世界来说成长的速度也是不太在前面 所以是非常不好的现象 台湾算是全世界里面二氧化碳多少 第十八位 第十八名 再来呢 再来就是我们的石化这个龙头 是 是 然后就是交通 对不对 交通占了14% 这样子 好 台湾人口平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11.2公顷 公顿 对 公顿 每人每年 每人每年的 是是是 是这样子的一个水平 是是 然后呢 高雄 它总共是31点多公顿 所以高雄这个地区的空气其实是最不好的 你同意吗 这不是这么说法 我给你报告 它大概把工厂排放都放进来了 它空气不好也是事实 但不是说二氧化碳就空气不好 而是其他的污染物造成空气不好 二氧化碳它的所谓的不好是对全球平均的不好 而不是对局部的不好 所以我想可能把这问题区隔一下会比较清楚 那因为它的空气其实也不好吗 空气是不好 就是其他硫氧化物 氮氧化物啊 粒状物碳这些东西造成的 确实也是最最糟糕的地方 是 好 那么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 是 同样您是身为我们这个行政院里面的这个阁源之一 你怎么对待台电 排放二氧化碳算是最高的一个单位 你怎么处理 我们这样子 因为我们已经定下我们的国家的整体减量的一个目标期程 那么也就是说也放到我们行政院的永续能源政策纲领里面去 希望说2020能回到2005年的排放 然后2025回到2000年 然后2050回到2000年一半 怎么做 这个目标我们就要求刚才讲台电嘛 台电我们说它既然是那么大一个排放源 是吧 所以它自己要看着一个整体 要比照我们全国的那个要求自己去做到 就是说它要从2020年回到怎么样 这个2005 因为你们在看行政院会的时候署长 我不知道你的立场是什么 就是他一定要减碳了 你到底有没有要求台电 你身为一个环保署 你是署长哦 是 你有没有要求台电 当我们全民 我们的民营企业不断的也一直在做 也一直呼吁 可是现在我们排二氧化碳最大的确实台电哦 他是国营企业哦 对对对 那我们连国营企业环保署署长 你都不敢这样揪取他们的时候 请问一下 民间企业凭什么要做 对对不起 我已经敢了 而且要求了哈 其实我们 从来没有听到啊 呃 其实哈 我们已经从来没有听到 你敢问一下这个 我们这个卫生署长一样 这么样的大力 为了一个政策 如果行政院不同意的话 如果台电不同意的话 您就辞职 用你的这个观点 确实 来要求台电 我们要求了 台电没有完全同意哈 我们的要求是放在我们的 环境影响评估法的附带 台电不同意的原因是什么署长 但是 你有没有告诉全民 你有没有开一个记者会 告诉他们说 台电其实呢 是我们台湾排放二氧化碳 最高的一个国营企业 那么我也纠绝过台电 我也告诉台电的 你一定要怎么样 可是呢 台电他不同意 我今天身为一个中华民国 那个呃 行政院里面的一个阁员 如果今天台电都不愿意率先来捡二氧化碳的话 我认为我这个署长没有坐到我的位置 没有坐到我这一个阁魁 还有一个行政院长幕僚的一个位置 我要下台 我要走人 台电的不同意是走 你敢吗 你愿意吗 他是走法律途径哈 所谓法律途径走 坐宿愿途径 因为我是一个行政处分 要他做这件事情 那么他就走行政宿愿的程序 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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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我听很多的朋友 我也听很多的学者 我也听很多的环保团体的人士 每一次在任何一个开会的场合的时候 他们都不知道署长你到底是什么位置 你到底是一个环保署署长呢 还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在这边协助台电的一个政策 他们都不知道 都有 他们都不知道 都有 大家要用电的时候 我还是要协助他 但是我要求他管二氧化碳减量 我还是要求他 但是依照您的专业 你能不能告诉他 现在是不是全世界已经在推清洁生产 对 对 如果全世界在推清洁生产的话 是不是台电 你应该要辨略预算 是不是台电 你赶快就要升级你的所有的东西 让你的排 让你的那个制造店的能够升级 然后呢 排放二氧化碳是最低的 然后台电做一个率先的企业嘛 你是民国营企业 国营企业都不做清洁生产了 我们拿什么东西去要求民营企业 像高经委员报告 我们就是这样要求的 怎么要求啊 就是我们在他的环平结论里面 我今天来最重要的问题就要问一下署长 现在台电怎么做 不要告诉我二零一二 二零二零 不要告诉我这个数字 台电现在做了没有 没有这个数字就没办法谈事情啊 很很重要的事情啊 就是说我要先要给他目标 然后我说你怎么做到的目标 你到时候没做到目标 我要怎么处理它 我觉得台湾的人 还需要等到二零二零二零吗 我们现在给他的目标 你觉得台湾现在在全世界的二氧化碳排量的这样的过程 我们还需要我讲完一下好不好 我们现在在环平这个结论要求他的是2016就要回到200 就像您讲的要他率先去做 现在几年 2016就要回到2005 就是要他率先去做 怎么做 他要多用天然气 要去做这个这个怎么样 使用更好的这个这个减碳的这些设备是吧 就是效率要提高 然后呢 他实在做不到的时候 他必须协助他的这些用户去减少他的这个用电量 或减少他的排碳量 所以这些呢 他都要提出他的做法出来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给台电六年的时间 要回到 上面写的可能是2008的 2008的那个量 请问你那时候还在这个位置吗 是啊 你还在吗 2001 对不起啊 你觉得你会在吗 那跟我在不在没有关系啊 那当然有关系啊 这是一个法律文件 每一个人站在这个位置上 都有他的历史定义 那是法律文件 都有他的历史定义 我说那是法律文件的时候 就跟我没有关系了 所以他要去行政宿院 他说你不应该这样要求我 所以要在宿院关系 但是如果他宿院输掉了 他就是依据那个法律文件 署长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你今天 你今天这个位置是环保署署长 你现在居然告诉我说 还要走宿院这一条路 不是我宿院 他宿院 你今天还要告诉全民 告诉全世界说 我身为一个中华民国的 环保署的署长 我对台电我都没有办法了 我请问你署长 你如何对民营企业有 国营企业 我举个例子 中科三期他还不知道 诉讼去法院打 打到环保署输掉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的法律 那现在你能不能告诉我 台电这样子是不是 太亏待台湾人民 他倒并不是他所有 台电如果今天再不赶快 节省时间来减少 他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话 是不是丢了台湾人在 全世界的脸 他现在事实上已经在做了 怎么做 现在怎么做 例如说他现在新的电厂 都是用最高效率的 就减少排碳的 增加了很多的天然气的数 你不要告诉我现在的电厂 请问一下署长 现在台电还在哪里开电厂 他现在已经 需要的电厂为什么不赶快升级呢 增加天然气的使用 现在的电厂为什么不赶快升级 为什么 因为一个工程他都需要设计 需要改造 需要时间的 你觉得清新生产这样的技术 在全世界都不能够仿效吗 不能够引进国内吗 技术都已经有了耶 对 对啊 为什么不现在马上做呢 但是在一个电厂从规划到盖起来 起码是好几年的时间 没有没有 署长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你要改善里面的升级的东西 马上就可以做 不要告诉我说还要再盖一个厂 你这样子啊 下面的人都会笑你啊 我现在告诉你的事 我现在告诉你是既有的东西 怎么样让他升级 然而升级呢 已经有技术 是可行的 为什么台电目前你不纠结他说 你赶快得做 不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技术 是他还没发明 不是说这样的技术是没有 不存在的 他是存在的 我们国家必须花一些钱 要求台电 然后叫他赶快升级 而不是说你要再去打书院 而不是说我要等20 2016 2006年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署长 你今天站在这个位置上 你没有办法 对你的位置有一个交代 林口升级电厂都通过环平 然后都是升级 把他的火力电厂出效率 从33%提升到现在的43% 这样的一个厂 你看通过之后 地方政府还不见得给他发执照 为什么 你知道地方政府很不要吗 林口现在的二氧化大排放的是1350万公顿 所以我跟你讲 升级了没有 但是升级了没有 他就是要升级让他效率提高 对啊 还是没有升级啊 不是 他是整个台湾排放的十分之一 所以这就是一个升级的定义 效率提高 对不对 是排得更少 发同样的电排得更少 所以是更好 对不对 但是地方是不给他发这个使用执照 就这很多的误解 他现在并没有好啊 他现在的暗眼化 那排量还是很高啊 这样没办法讲下去了 当然是没办法讲下去 所以你看 我现在要请问 你又要他好 又不给他盖 没有没有 我要我要请问的就是 现在台电到底有没有想要 把这个升级 他不是要盖领口电厂 要升级电厂 都是升级的电厂啊 但是都不给他盖啊 对不对 那你们有没有去沟通呢 台电有没有去沟通呢 非常清楚啊 有没有跟人民沟通呢 非常清楚啊 不清楚啊 非常告诉他们清楚啊 不清楚啊 领口的乡亲就不清楚啊 可是因为他们吵的 因为我现在政府 对 现在人民的政府是没有信心的 他们吵的不是二氧化 他们问题的本身 他们为的是好比 没要从当地购个码头 还是从书号运过来 像升级电厂 这样的争议 你不要告诉我说 这样为什么地方上 会有一些阻撓 我告诉你 那是因为沟通不良 对话不清楚 长期以来 人民对政府失去了信心 如果今天台电或者是环保署 还有另外的原因就是多元社会 每个方向不同 为了让它更圆满 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些词谎 就是为了顾及各方面的利益的均衡 倒不是因为说政府不意要吃饭 什么叫做各方面的利益 好比说有人为了保护提防 有人是为了这一部分东西 你觉得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放在一个桌面上 好好的谈吗 问题就在这里 你不觉得说 你不觉得说 今天我们再不谈这些事情的话 台湾就会被全世界给唾弃 因为我们的排放量是18名啊 你不觉得吗 难道你身为一个署长 你就必须在这边告诉全民摆听说 因为怎么样因为怎么样 然后你们不去做一些 不去做一些改善 不去说一些对话 不去做一些解决 那我要政府官员干什么 我今天要你环保署长做什么 不是这样吗 今天我们的那个卫生署长就说 因为我做不好 因为我达不到 所以我离开 这个叫做有良心的政务官 如果今天署长你站在这边 还是告诉我们说 哎呀我们曾经有过 但是他不要啊 然后不要之后 你不去设法 想方设法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你只告诉我们全民百姓说 就是这样 那我要你做什么 你今天站在这个位置 然后被我们这些立法委员这样寻找 干什么 你可以回去啊 而且你的专业又是化工啊 不需要在这边被我们这样子 这个这个 你你你 我们两个对答 好像其实我们没有什么身所大恨 不愉快 但是问题我要讲的就是 今天我们站在这个位置上 我有我的责任 你有你的责任 你的责任是什么 你的责任不是坐这个位置 结束就离开了 你的责任是会有历史的交代 因为今天你如果敢大声的要求台电 你就是必须要这样的话 我告诉你 全民会给你拍拍手 谢谢 谢谢 市长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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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